好 看到在台中的捷運綠線 造成一死十傷的重大事故 现在呢 这个关键也被大家拿出来检讨 好 你看到呢 关键的错误 还有呢 煞不住列车导致发生这样的一个意外 电力跟钢腿 钢轨呢 有卫视紧漏洞 还有保全以及随车员没有联系的设施 还有再来看到呢 月台并没有停止列车行驶的装置 所以第一时间也没有办法立刻来让它停下来 还有列车驾驶面板需要钥匙来开启 所以导致呢 我们可以看到 透出钥匙要再来把它停止的时候 十三秒的反应不及 来不及应变 因此意外就发生了 而现在最新的视角我们也曝光 这一次的这个影片呢 是从工地的工人 他们直击了整个掉臂砸落到轨道上 被列车撞上瞬间 不断地喊着死定了 死定了 非常的惊慌 而事发之后三天 台中捷运公司首次也进议会来背询 议员们炮声隆隆 碰得一声掉臂砸穿隔音墙 陷落进捷运轨道 目击工人全慌了 严真真看着巨大掉臂一边卡 在轨道上另一边在空中晃荡 大家都吓坏 既然掉臂砸落台中捷运酿成一死时伤 最新视角曝光 惊恐程度宛如电影绝命终结战 解放裁定三名吊车人员交保 律师带着七十万元到现场 三人面对提问不发抑郁 而事发后三天 终结公司也进议场被询 议员们质疑终结三环节失灵害命 第一点就是从掉臂砸落到列车状上的黄金四十秒 随车保全人员都没有把握 轨道有障碍物却没有侦测 列车如常出发 直到撞上才停下 调避先砸到隔音墙才陷落轨道 是否第一时间没有侦测提醒酿成悲剧 另外针对终结代理董座林良太 讨拍手爱红冷血的话题 终结不愿正面回应 竟针对这次重大轨道事故 标识会通盘检讨 弥补缺失 接着一边在警察台中采访报道 您看到这一回的终结意外一死时伤 那么工地负责人在内四名被告 是裁定20到50万元交报 随着监视器画面曝光 大家发现在这个影片上方 事实上月台素人在后车 当时可以看到车来之后 大家上车 但是这名妇人 也就是我们画着红圈的这名妇人 疑似她发现不对劲 前方有掉臂 所以并没有上车逃过一截 而另外就是我们刚刚也看到 终结公司的戴董长记者会上 请大家替辛苦的终结员工 来鼓掌拍手 也引起了网友炸锅 终结运月台画面曝光 穿着洋装的富人成为焦点 因为只有她没上车 当掉臂落在轨道 其他旅客还正常上下车的时候 她先是探出头查看 脚步停顿反复张望 像是评估确认 最后她选择留在月台 这个没上车的动作让她幸运躲过一劫 车上这名绿色衣服的外籍男子 在其他乘客逃窜 被撞得东倒西外的同时 她迅速蹲低 稳住自己仰望户头 被网友狂赞 堪称是最佳逃生典范 这只长40公尺 重3.3吨的吊臂 进行塔吊作业时 钢缆断裂 从93公尺高往下坠 以72吨重的力道 砸在台中捷运的轨道上 酿成一死死伤 而这竟然不是新复发 第一起公安意外 新复发旗下建案 前科累累 加上这次5年来 共有实践事故 造成10人死亡 这次市府要求 救出建案停工安检 却被都发局抓包建商 偷偷施工 建案工地防护没做好 有过失 但终结公司也不是没责任 在检讨相关流程时 带领董事长这个动作 令人傻眼 网友痛批此举荒谬至极 都闹出人命了大哥 你知道你在讲什么吗 还拍拍手 实在是冷血至极 终结随后发道歉声明 不是对死者不敬 会持续检讨改进 而掉臂砸鬼后 行政院也全面宣布 要盘点捷运轨道 周边工程安全 避免再生事故 这次从华人家警察台中采访报道 好看到这位呢 就是终结公司的代理董长 那么他在记者会上 要大家给终结团队拍手 好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记者会一开始呢 先默哀 包括了他 还有在员工 集体默哀之后就讨拍 希望大家给团队拍手 接着现在这样的举动 也遭到批评冷血 是不是提油救火 台中市的市长卢秀燕也说了 如果要对内部的同仁来奖励 那么应该在内部来进行 公开要求大家鼓掌 会让大家误解 不但不妥 而且有点白目 不过今天终结 董作在面对质询呢 他还是反问大家说 不觉得终结付出很大吗 从这次的这个意外事件 虽然是天外飞来横货 不过从这次的事件当中 我们也发现 整个终结的系统设计 以及人员训练 还有不足的地方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权力善后以后 必须要加强改善的地方 非但不妥 而且有点白目 那我已经讲过他了 那昨天我也看到他道歉 那的确是这个 他如果要对内部同仁鼓励 可以对内部口头奖励 他们赶工完成 可以及时通车 可是呢 他公开拍手 可能会造成外界的误解 所以我就说他有点白目 而且我昨天已经念过他了 谢谢 我们总经理刚刚都讲完了 你们不觉得终结付出很大吗 谢谢 大家觉得那个拍鼓掌的行为 好像有点惹意 就是觉得好像不妥这样子 那董事长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回应 总经理讲完了 谢谢大家 不是是针对说 你希望大家终结长这个部分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好 这样子 大家好像有点负贫 谢谢大家 我们总经理刚刚讲完了 我们认同总经理 他讲的所有事情 我们知道你想帮大家 他那个终结打气 但是这个方法是不是有点 让大家质疑 谢谢你 可以的 谢谢 好 你可以看到 意外发生之后呢 那么现在终结也表示 公布了影像 也强调保全 水车员都是按照SOP做 那么从水车员发现 到撞上只有13秒 来不及煞停 好 终结说是按照SOP 保全市井 随车员为议会 粉尘散去才看到障碍物 呼叫行控中心并手动 看到到撞到13秒 那么电脑煞停也需要20秒 所以来不及 但专家就说了 如果呢 是把门挡住 不让门关上 事上是能够阻止 列车开动的 那么现在终结也表示呢 会来检讨SOP 那现在台中地 检在讯后 也预令了菜信工地 负责人等4个人 分别是以20到50万元 交保 至于我们可以看到 这位呢 就是羽球国际新业 董事长来负责 这一次的这个 这个吊挂的事 这个塔吊女王 他也在意外发生30个小时之后 来向大家来道歉 不过呢 大家发现在这次 这个建案的部分 事实上 是不是不是第一次发生 这样的一个意外呢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 是新复发的工程 那么房事专家 SWIT他也来起底了 他说过去 有一系列的黑历史 说是最恐怖的建商 好 在系数这些 我们可以看到 这次呢 造成了一死多伤 还有过去在北部地区 有恐怖的合约 还有这个车位的违建 等等 那么在这一回发生的事件 黄明资深媒体人 脸书上 也来表示台中的 捷运代理董事长 辞下台不为过 那么包含了 现在终结现场人 应变不及 还有代理董事长 在这个记者会 大家说实在太灾难了 居然默哀之后 要大家好来鼓掌 到底是哪招 同时也表示 市长卢秀燕的政治危机 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一样也是重伤的 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在自动驾驶安全机制 也受到全民的关注 前台东市江湖局长 王毅川 在任时就说了 捷运自动驾驶 是最好的典范 不过现在呢 也被指于说 这个系统是不是失灵 被问到 江湖局长怎么没有发现 现在去甩锅 说系统相关测试 跟人员的训练 不在他的任期内 所有的教科书 所有全世界的技术报告 都告诉我们说 自动驾驶是最好的 什么叫自动驾驶 就是要避免人员的疏失 自动驾驶最基本的 就是车上要有侦测系统 车外轨道要有侦测系统 所有发生的状况 只要侦测到 就能够透过人工智慧 行控中心 用自动化的设备 进行相关的避险 这一次所有的失灵 除了系统的失灵 人的失灵 才导致这个事的意外 我们不想因为 这一次的系统 告诉全世界 跟告诉全台湾 自动驾驶系统 是不被信任 你认职 你老师有发现 这套服务的意义 我认职之前的四年 这套系统就已经采购 我认职的期间 是在兴建中 后面进行相关的测试 相关的人员的训练 都跟我五官 都是在这个胡市长 市长跟这个 后面的卢秀燕市长 无人驾驶本身 就是应该是无人驾驶 但是为了提高 更安心的城市环境 所以我们有随身轮员的配置 因为自动无人驾驶系统 最不希望 列车会停下站间 所以会请随身轮员 尽量把列车开到车站 进行后续的处理 目前一个随身轮员是够的 会看到我们随身轮员 只要到站之后 他会出来看 列台门 是不是有正常的开启 旅客有没有正常的上下车 坐完之后 他会进来 再走进去 开始注意全国的状况 行事一下车站 看到有一些弱势产品 需要的服务 所以这就是随身轮员的 存在的目的 感谢观看